据媒体报道,胜利在3月14号以嫌疑人身份接受首尔地方调查厅调查前, 曾到美容院化妆的事实被曝光后,引起了韩国民众嘲笑。 目击者B某说,胜利上午出现在首尔江南的A美容室, 接受了头发护理并化了全妆。 据B某称,胜利化了只有女艺人参加大型活动或重要节目时才会化的细致妆容。 据悉,胜利26号前往警察局之前也到美容院化了妆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